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觉得这种学习交流 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我想感谢君臣教授 他是来自上海大学教授 我和他一起主持本次会议 我们今天的内容很丰富 有四个介绍 都是有关抑郁症的治疗的 我们想谈谈两个大洲 我们的技术是什么 技术方面是什么 治疗方式是什么 我们首先请鲁文 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君臣教授 首先请拿来做一个他的介绍 谢谢 谢谢您的介绍 各位好 那大家可能还是 你们是在午餐 我们是在早餐的时间 这是唯一的差别 我将跟大家谈一谈 西方有怎么样能够治疗 抗治疗性抑郁症和 难治疗抑郁症 好这是我的这个 公布批示信息 那现在呢 我们首先要提一个问题是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定义一个TRD 就是抗治疗性抑郁症 这是一个这个临床性的需求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 那也许是一个管控机构呢 需要更加有均质性的病人群组 或者是呢 是支付方呢 对于新一线治疗方式有更多的 预算方面限制 或者是一些轻用性的治疗 更贵的治疗 比如说这个 鼻腔风物剂 爱铝胺 鼻腔风物剂 或者是迷走神经刺激 更贵一点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方面的一个定义 我们一共有115种公布的 不同的定义 就是TRD的定义 那他们都有分两类 或者是采用分类绝对性的定义 或者是维度方法的定义 那也就也叫做阶段性的定义 那从更抗治疗性到这个 稍微不抗治疗性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 这个治疗方式都有一定的 这个失败 50%定义中至少呢 它有两剂处分药 处方药 那我们有时候呢 他们 他的比重也不一样 所以呢 也许某一些治疗方式 比其他治疗方式更加有效 那或者是到底是 在这个组合和增长的比重是多少 还有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一般的情况 但是呢 有些内容没有逐步的考虑力去 比如说这个社会心理的一些因素啊 或者是心理治疗 或者是一个这个神经调节 这些 比如说只有11%的定义中呢 里面谈到了电击效果法 和这个重复金炉瓷刺剂 这两个这两个概念 那概念 定数语这方内容 它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些这个 很难治疗的啊 或者是重复的 或者是这个再复发的这种抑郁症 那即便在一些 材质上 他们会把它叫顽固性的抑郁症 这很难 因为这里面好像呢 很难说到底是病人是顽固的 还是疾病是顽固的 所以这里就缺少了一个共感性 那也许呢 现在呢 我们觉得 stabbing repression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同理性 没有任何的同理性 所以呢 我觉得最好的是给它下一个定义 把它叫做难以治疗的抑郁症 我们看一下不同的这些定义 看到了抗治疗性啊 或者是顽固 或者是难治疗性的抑郁症 其实他们的定义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抗治疗性呢 它来自反对治疗 或者是这个紧急反对 严格反对治疗 它好像不知道是指这个 说病人 还是说这个他的紊乱 顽固也是如此 那而难治性的这个治疗定义症呢 治疗难治来自这个治疗 等于说是他要去管理 他要去这个谈判 他要去处理 他更是 他是比较协作性的概念 那病人家庭和医生 应该再协作起来 那所以呢 他也是和现实比较近的 因为这种抑郁症呢 是一种比较慢性的病 我们知道呢 抑郁症呢 他们肯定会有四五种不同的 四五次不同的 重新反复 那另外一地方 我们看到了 难治性的抑郁症呢 他采用的是一件生理 和这个社会心理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屏幕 主持人说 应许其他人看不到 其他人可以看到 但是我看不到 可能没有分享你的屏幕 稍微等一下 刚才可能没有把屏幕分享过来 现在看到了吗 好了 现在看到了 很好 谢谢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 难治性的这个抑郁症呢 他是更生物社会心理学的 他采用的是能力方法 怎么做呢 那也许你可以更好的 是优化他的症状 而不是完全治疗他的症状 而且他也提 有一定的是要控制他的这个症状 或者是更好的改善他的生活条件 那难治性的抑郁症呢 也是多层面性的 它只是一个消长变化 抑郁症消长反应的抑郁症 是三种变化的一个过程 因为很难去治疗 所以呢 我们最好是要把这个病人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这是一个研究 可以大家看到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需要呢 越多的需要治疗的话 就可能病人越会复发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研究 看到如果你需要四次治疗的话 那你的这个再次复发的时间就更短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把病人 让他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在此之前呢 我们有一些想法到底 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治疗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里要看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个呢 我们要看他的自发性的这个远近过程 那 我们可以让他可能会有自发性的进化 或者自发性的改进 那 或者呢 第二种呢 我们 是要采取安慰剂 或者第三种呢 我们是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法 这是不同的一些治疗 轨迹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是 这个 无法没有治疗的这个主要的重大的抑郁症 我们看到呢 那么 那33%的人呢 在三个月中呢 会自我恢复 36%的人 6个月后 自我恢复 53%的人 12个月后 自我恢复 那这难道意味着呢 不能够 不用治疗他们呢 不是的 那 我们如果能够治疗的话 他的重新恢复的时间呢 就会更短一点 这才是我们的意义所在 这是长期的 已经过治疗的MDD疾病 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住院病人呢 还是门诊病人 这块那边上也展示了 问题就是永远不要说 不要放弃 因为有病人很难治疗 这里我们看到11.5%的人呢 他在五年后续之后呢 不会恢复 即便是这些人 对不起 外人的声音被切断了 对不起 甚至有人呢 10年之后的93%的病人 他们都会恢复 都会有一定的缓事 所以呢 永远不要放弃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人没有考虑到 社会 心理社会的层面 那 大家可能 看到了 这是一个 相关的研究 谈到了 Cinerta做的一个研究 他们考虑到了 你如果考虑到一些社会心理因素 和生物因素的话 它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如果考虑到教育 或者是 是否有用业 考虑到性别不同 或者是 你考虑到 它是焦虑性的抑郁 或者非焦虑性的抑郁 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回应率 不仅仅是40% 而是在31%到63%之间 所以呢 我们在过渡到 个性化的治疗方面 必须要考虑到 所有的这种社会 是心理的因素 那这里呢 再次显示了 大家能够期待 DRD病人 怎么样 那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主要概念 还是永远不要放弃 因为三年之内呢 50%的病人 都会基本上能够恢复 那15%病人 它会缓室 但是不会完全恢复 那20%的病人 将会是出现在呢 这个亚综合性抑郁 其他的人呢 可能还会 还是会受的 这个抑郁症折磨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 在处理TRD病症之间 必须要考虑到 以下的因素 首先呢 他们是不是能够 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那是不是考虑到了 社会心理的层面 那还有呢 就是这种 抗抑郁药药品的剂量 是不是足够的 或者是治疗期间 是不是得当的 还有呢 就是病人 是不是有一从性 那这点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要考虑到 那比如说呢 血浆中的药浓度 够不够 这也是很重要的 或者是呢 这种治疗方式呢 是不是受到了一些 抗郁药品 负面要负面影响的掩盖 比如说呢 这个人呢 会不会无精打采 或者是镇静剂 在镇静剂和无精打采 之间要有一个差别 或者是呢 在不能静坐 或者是在精神运动 不休息之间 有一个差别 最后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这部分呢 可以看到50%的病人呢 他在两三个月的治疗之后 就会停止吃抗抑郁药 其实这是不是很好 这在英国美国和亚洲 都是这样 也就是50%的病人呢 他提早结束了抗抑郁药服用 那为什么呢 他们可能会更喜欢 其他的一个这个 比如说心理治疗的方法 我们看到心理治疗的方法 这是来自英国的这个数据 那这里显示呢 病人74%的这个 有心理治疗的病人呢 他可能上去治疗 治疗不到六次 而28%的人呢 一次之后就不去了 所以他们并不是害怕 而是不是害怕药物 而且他们也不仅害怕药物 也害怕这个心理治疗 好 这是我的最后一张花灯片 因为我认为呢 这个抗治疑药物呢 就像一像作战一样 我想来赢下老子 那他谈到的是 要不占而胜 所以呢 我放了一个这个 巴西的这个古的 艺术 可以告诉大家 不占而胜的重要性 谢谢 谢谢 您介绍 好 我是俊成 来自上海 这个城市 卫生中心 那 我很高兴 今天能够和 菲利普科书教授 一起主持今天的会议 两年之前 我们谈到的 要加强中欧之间的 精神病学方面的合作 那 今天呢 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次 这样的这个东西教会的 研讨会 那 那实际上 现在在中国和欧洲的治疗方法 是很类似的 那我现在呢 就请胡少华 先生呢 他呢 是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 精神卫生科的医生 那 胡少华先生呢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精神科的医生 但是呢 他有 就丰富的经验 那 比如说 他也有 为这个镰刀 杂志 写这个文件 那 现在呢 我就请 胡先生 做介绍 各位好 我叫胡少华 我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 我今天呢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和我的欧洲同事进行交流 首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PPT 今天 我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在中国的 有抑郁症的病人 他们的附加的一些治疗 以及指南和 在临床的实践中的差异 好 现在请大家看 首先呢 这一页是我的这个披露 那我今天的介绍呢 我会讲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 首先呢 是 这个抑郁症的患病率 药物治疗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然后 西方和中国对于 这个TRD的治疗 的附加 附加的一些治疗 中国现在的情况 还有呢 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数据 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这是我们最新的研究结果 在这一页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全球的抑郁症的患病率 那在 中国的患病率是 3%左右 但我们想 我们觉得这个数据是低估了 因为 和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地区 要比中国高 患病率要高一些 那 现在呢 就说这个 重度的抑郁症 给这些病人 带来了 社会和经济的压力 那 现在 在中国呢 是有5000万人 有这个 重度的抑郁症 那我们 这是一个 我们在 2013年 7月22到2015年 3月 的时候 做了一个全国的 流行病的调查 当时回答 这个调查的人数 是达到了 3万多人 那我们呢 也是把这个数据 发表到了 镰刀 精神 杂志 精神疾病杂志 那 对于这个 TRD呢 做 这个 药物的治疗 有一系列的挑战 那 第一呢 就是这个 治疗的反应率 较低 那也就是说 有50%到60% 的病人呢 他们呢 没有足够的 这个反应 也就是说 在用了 抗疫药之后 抗疫治疗之后呢 没有 这个反应 还有呢 就说 这个反应 持延迟 那还有呢 很多时候 也就说 往往要 就是 服用好几周 才会 有这个反应 药物才会有反应 然后这些药物呢 有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 这些病人的认知功能 那我们认为 这个认知功能啊 是一个 是一个导致 复发的一个风险 而且也会 影响到 这个社会功能 那 从这个认知功能 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 很多业务 会导致 这些病人 他们的 比如说 记忆啊 注意力 都会受到影响 而 我也提到 它还会影响到 他们的社会功能 那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些 这个 西方的 一些相关的 这个指南 就是有 那比如说 加拿大的 这是 这个加拿大 情绪焦虑治疗网络的 一个指南 那他们呢 是涉及到 有各种 这个 一线 二线的 这个药物 然后呢 还有 就是 比如说 有二线的药物啊 就包括这个 里 然后还有 三线 也就是说 那 还有这个 TCA 也就是三环药物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 这个实验性的 药物 包括 Catamine Catamine 那在 加拿大的 指南里边呢 他还提到 就是除了药物之外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这个运动啊 还有 就是做瑜伽 以及针灸 等等 其他的一些 这种 治疗方法 那他们呢 也涉及到 这个 天然的 健康产品的使用 比如说 这个鱼肝油 还有像 这个 脱青 表熊童 等等 还有叶酸纳 等等 这些天然的产品 那在过去的 十年 我们看到 呢 就说 有很多的 这个 证据 显示 很多这种 神经刺激的 这个治疗呢 对于TLD 也是比较有效的 那 这里边呢 就包括 这个 一线 二线 三线的 一些这个 治疗方法 比如说 TMS 一线 ECT 是二线 然后 还有像RDCS VNS 这些是三线的 神经刺激的治疗 那 我们知道呢 很多的 这些 TLD 的 病人呢 他们都 也会接受一些 这个心理治疗 那 在这里啊 右边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份这个 研究的 这个显示 那 那这些呢 刚才我说的是 这个西方的 有关于 治疗 TLD的 附加的 治疗方法 方面的指南 那我现在来给大家 看一下中国的 那中国的是 在2015年 发布了 中国抑郁障碍 防止指南 那在中国的 这个指南里边呢 我们呢 就说 它有以下的 这个指南 就是说 可以用高级量的 药物治疗 还有呢 就是说 可以把这个 一级的 初级的 抗疫药物 换为 同一级别 其他药物 或者是 换这个级别的药物 那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药物治疗 和心理治疗 进行结合 那还有呢 就是将这个 药物治疗和 非外科手术的 大脑的刺激 这个干预 来进行 合并 那在过去20年 中国的 病人 中国的病人呢 是有各种类型的 这个抑郁症 而且呢 那主要呢 是用 在中国主要是用 这个SSRI 主要用了 这个SSRI 那在过去20年 SSRI的这个使用 在不断的增加 就是在过去 几20年呢 这个治疗方法 使用的药物也好 都在 这个改变 那在 中国呢 也是有很多 这个是用这个BGD 就是本二旦的 这个使用 那你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 就说在中国的 这个 众多抑郁症 他们呢 是用 这个本二旦呢 他会 用 这个比率是达到了 36.2% 这会造成一定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本二旦呢 他会带来一些 认知方面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负面的影响 那现在呢 在 这张图上啊 这一页 你们可以看到 就说 在 中国的 现在的这个 治疗情况 那现在在中国 的 这个 单一治疗 是占到28% 而 现在呢 我们也有很多 就说叫 多治疗 那这个 多治疗里边 就包括 用 这个 抗疫药物 和抗精神药物 或者是 两种 抗 抑郁的药物 那这样呢 是占到 22% 那 除此之外 还有 比如说 就说 像这个 抗抑郁的药物 和 抗经绝的药物 这是占到 4.3% 那 那在中国 我们呢 是可以 用这个 抗精神药物 所以 现在在 中国的 现在的 这个 TRD的 治疗 以下 面临以下 几个问题 第一 是诊断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22% 到 30% 呢 那他们 往往 20% 到 22% 到30% 往往治疗 诊断是错误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是 是在 这个门诊的管理 那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可能需要 就是进一步的 进行这个调查 以及这个技能方面的增强 那我们呢 在中国还面临 就说这种抗疫药 它的 副作用 比如说 我之前已经提到 包括这个 新陈代谢方面的 这个副作用啊 还有就是认知 能力方面的影响 那在中国 我们呢 都知道 这个有 我们都知道 心理治疗重要 但是 在中国的 就是 我们的这个 医疗系统里边呢 现在没有足够的 心理治疗服务 包括是这个 重度MDD 抑郁症 或者是TRD 抗拒治疗的 这个抑郁症啊 我们都没有足够的 心理 治疗的服务 在未来 我们应当 就是进一步 加强 这方面的服务系统 那这呢 就是我对 我们的情况的介绍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您做的这个介绍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 中国的情况 现在我请 Hammish来做介绍 那 Hammish啊 今天早上五点半 她那边 比我们都要早 那现在呢 她会给我们 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个 T DDT 方面的这个 西方的 这个治疗 方案 谢谢Philip 做的介绍 那我呢 就 继续 刚才 胡 博士 她已经开始讲的 那我发现呢 实际上 我们呢 在 这个治疗方面 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西方和 这个东方的 实际上 类似的地方 多过不同的地方 那大家 现在看到 这是我的披露 和 在这里 我的这个 利益冲突的 这个披露 那我呢 先 就是来说一下 我们在这个 一个共识 那就是到底 什么是DDT 那 实际上啊 我们对于 管理DDT方面呢 我们呢 是拿出了一个建议 就说这个建议 是到底如何 把它 就是拿出一个 系统 如何来 管理这个 DD 那我们认为 我们的这个 系统呢 它有八步 那我就 大家 带大家过一下 我们的这八步 那第一步 第一步呢 是要优化 症状的这个控制 那在这里边呢 我 里边 要讲的方面呢 实际上刚才 都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用这个 传统的治疗 还有 比如说 用 这个心理的 治疗 如果 如果有这个 服务的话 还有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 使用 神经 刺激 那如果说 我们 如果我们的 这个传统的 治疗 无效的话呢 那我们呢 就 可以 采取以下的 办法 比如说 可以加 增加 这个药物的 剂量 或者是增强 或者是换为 别的药 然后呢 也可以 进行这个 高强度的 心理治疗 那 吃不吃药呢 取决于 这个具体的情况 还有就是 神经的刺激 那我们现在 我觉得现在 各国用的 这个药物啊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 这里呢 是我们的 这个英国的 心理药物 治疗方面的 这个指南 那这可能和 这个加拿大的 有点不一样 但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你们可以看到 第一行呢 是这个 一线的药物 然后第二行是 二线的药物 那对于 这个诊断控制的 对于 症状控制的 这个优化 我们也强调 就是说 非传统的 这个治疗 也就是说 不要 依赖于 就是单一的治疗 那我们 也就说 要用非传统的治疗 那我这里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就说 不局限于 一线 二线的 这个 这个方案 那可能啊 他们更 就说成本 稍微要高一些 那在这个 英国的 这个指南里边呢 我们比如说 就提到了 这个安菲塔铜啊 定罗环铜 蜡默三禽 斯安酸 那除此之外 还有像这个 莫达芬尼 以及像这个 搞铜啊 雌激素等等 那但是呢 这些新的这些药物 它可能还缺乏一些证据 那我在这里 举一个例子 就是 Escadamine 这个爱露 爱露 安酸的 这个鼻用 喷雾 亦或是一些 入侵性比较 强的 一些这个治疗 方法 那当然 我们呢 就比如说像这个VNS 我们呢 不会说好像急着 马上就要用这些 治疗方法 但是呢 我们应当开始考虑 这些方案 有这种可能性 然后呢 在合适的情况下 在这个适当的时候 也许可以用这些 非传统的 一些新的方法 那在我们的这个系统 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原则下边呢 第一步就是优化 症状的这个控制之后 我们第二步 第三步 是要 对一些 结果较差的 与其要关的这个 症状要有针对性 还有呢 就是要把定 如何来 优化 生活质量 然后第四步呢 就是要管理 合并症 那我想 管理合并症啊 这已经成为了 我们的一个惯例 而这些合并症 它可能是一些 身体的 问题 可能是 药物滥用的问题 这些呢 是需要 其他的一些 这个额外的治疗 那我们呢 也要优化 预防 这是第五步 因为 我们知道 就是说 等到这个 抑郁症 难以治疗的时候 就 情况就会变得更 这个 恶劣 会更难 所以说 我们应当 优化 预防 然后第六步呢 就是要鼓励 自我的管理 那自我管理 它当然就包括 各个方面 比如说 要鼓励病人 身体 做身体的锻炼 养成好的 睡觉的习惯 用一些 网上的资源 以及鼓励病人 要 就是说 要怀疑 他的悲观 也就是说 要让他去质疑 自己以为 可能永远都 好不了 所以这点呢 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要鼓励 病人的自我管理 然后呢 第七步 就是要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 这个治疗的路径 那我觉得 这个建议 可能是很多国家 在很多国家 都难以遵守的 难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还是 应当提出 应当 就是提供这种 综合的服务路径 然后第八呢 就是要定期的审查 要和病人一起 来评估 这个症状 它的严重性 以及对于 心 这个精神方面的 这个功能 的影响 然后考虑 是不是 应当重新 做这个诊断 那比如说 这个双向障碍 是不是有 这种可能性 然后呢 还要筛查 是不是有 这个合并症 那现在 就是有合并症 是一个 很常见的情况 然后呢 还要就是考虑 其他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潜在的因素 诱发的因素 或者是一些 维持 使这种 这个 抑郁症爆发 持续的 这些因素 这些呢 都是 我们呢 应当考虑的 那 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之后啊 我们就决定 到底是不是 有一些药 可以停止使用 是不是可以对这些药物 进行进一步的药化 有没有 要不要对药物进行优化 然后 是不是 能够拿出一些新的 方案 比如说就是 转换药物 增强药物 意义或是 要不要把这些病人呢 转诊到 这个专科的 更加专业的 治疗中心啊 等等 那这就是第八个原则 因此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框架里边呢 就是有这八个原则 那我们认为 我们觉得 应当以这种更 结构化的 更系统化的方式 来进行治疗 而不是只关注于 这种 急性的 这种治疗 然后 在这个 实行这个系统的时候呢 关键是 要看到底 有哪些是可以找到的原因 然后要有非常清楚的 转列 战略 然后要用所有的 这个方案 以及考虑一些 非 标 非标准化的一些 这个治疗 战略 以一种 及时的方式去做 那 那我呢 还有 就说 更详尽的 这个文件 大家可以了解 我们的这个 八个步骤 那 非常感谢 实际上 在中国 我们呢 也面临一些 DTT的这个 病人的这个处理的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的朋友 他来自广州 他是 林一平教授 林一平教授呢 是 广州 医科大学 来自广东大学 附属脑科医院的 同时呢 他也是 中国 精神科医院 协会的 那 他也是 中国的第一个 这种精神科医院 在过去的十几年 林教授和他的 同事啊 都在关注 怎么样用 绿安酮来治疗 这个 抑郁症 那这里呢 他跟大家讲一下 呃 绿安酮 辅助性的治疗 谢谢 谢谢陈教授 各位好 各位可以 各位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的 很高兴 很荣幸 参与这次会议 也感谢 陈教授和组织方呢 邀请我 出席这次会议 首先我想今天呢 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对于 抑郁症 用 绿安酮 进行辅助治疗 这是我的团队呢 进行的 研究 和中国方面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一个 我没有任何东西 需要披露公式 这里我想谈一谈 下来的三个方面 首先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绿安酮 他的历史 我们知道绿安酮 是在1962年 第一次被发现的 而且呢 1961年呢 就出现了一些滥用报告 而1970年呢 FDA批准他作为 这个 麻醉型的物 那他是一个 很好的麻醉型物物 其实尤其是 对于老人呢 和这个青少年 然后呢 在2000年的时候 Burman 批准了 他 第一次批准了 他有很快的 抗抑郁的效用 在2013年呢 FDA也给予他一个突破性的 治疗认证 可以批准呢 用爱丽安酮鼻腔喷雾剂 来治疗TRD 那2016年呢 那他用在了MDD上 发现了他有很好的效果 可以抗自杀倾向 2019年 FDA也批准了 S-CADME 鼻腔喷剂 而且让他适合一个 口服的抗抑郁症药物 一起用 来治疗TRD 2020年呢 在重大抑郁症上 那我们 如果呢 有极度的自杀倾向 或者自杀习惯的话呢 也可以用 S-CADME 这种鼻腔喷剂 来治疗 这张幻灯片呢 我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在更新的系统性的审查 核原分析 那和META分析 在这个分析上呢 我们看到了 有专门有28项研究 它的结果呢 是都显示了 这个 绿原分析 在单季注射之后的 四个小时中 就有效用 而且呢 它的最高效率 是在24小时达到的 风指效率 是24小时之后达到的 绿原分析的效率呢 即便在 注射七天之后 它的效率还是 保留下来的 尽管有一些减少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多次注射呢 将会增强和延长 绿原酮的效应 这张幻灯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抗自杀倾向的效果 这是系统性的审查 和IPD个体病例数据的分析 那这里显示了 绿原酮呢 对于这个自杀性的倾向想法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研究结果发现呢 大部分的病人 他们在注射链链铜 一二三七天之后呢 都会缓示 二分之一的参与者呢 报告没有 在这个注射时间之后呢 在一二三七天之后呢 没有任何的自杀想法了 自杀念头 那这幅图 小哥大家显示 两个群组数据 这是我们做了三年的 一个研究的结果 我们有九十七项取样 给他们注射了六次 绿原酮 在过去两周 那之后结果显示 平均的回应时间 是十点五天 而缓示时间呢 是十四点二天 回应率是百分之六十八 而缓示率呢 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点五 也就是说呢 在九十七个病患之中 三十一个病人呢 他没有回应 六十六个病人呢 已经对这款药物有所回应 那这幅图片也显示呢 我们对于 多次注射 的念头之后呢 都有反自杀的回应 百分之六十五点一的人呢 在第六次注射之后呢 会有回应 百分之七十点六的病人呢 他在两个星期之后 注射两个星期 是自然回应 自然关进之后呢 还保持着反自杀的念头 那等于说呢 这个自杀想法缓示 平均时间的是三天 这是涉及到比较一些 自杀念头 倾向低的群组 而自杀倾向高的群组呢 是六天的 这个平均的回应 平均缓示时间呢 是六天 那这里谈到的是 这个辅助性治疗的安全性 我们这里有一次的数据 第一 解释了 对岸头 是 可以 增加 相关的 逆精神病 方面的一些症状 这是注射 注射24小时之后 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有关 认知功能 认知功能显示呢 精神认知功能呢 在 次次注射 另外一筒之后呢 不会有任何的 变化 而语言学习 和处理速度 在13天和26天的观察期之后 将会改进 这里谈到的是 多次注射 绿烟酮 他的一些心理 就是 心血管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会有短期的血压 和心跳方面的加速 那另外呢 也看到了 绿烟酮可以导致 一些心血管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 或者是 这个 高血压的人 那这里是一些 这个绿烟酮的一些 副作用 那他都是急性的 或者是一些 首先这里有急性的 和一些累积性的副作用 包括一些 这个心 精神方面呢 或者是 这个逆精神方面呢 可能会出现焦虑啊 或者是 特别易怒 或者是 过于高兴 兴奋 或者是幻想 或者是 非正常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 分裂性的性格 而心血管方面呢 可能会 副作用的造 可能会形成 心跳 或者血压 血压升高 现在加快 还有呢 这个心悸 或者是心动 心理失常 然后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 在神经方面的 可能会出现一些 头疼啊 或者是头晕 或者镇定 或者是嗜睡 或者是其他的 会出现 视觉比较模糊 另外一些 长期的影响呢 可能会 有一些尿道的 影响 或者是认知方面的 接负影响 负面副作用 或者是 一些 依赖性的副作用 那这里我们看到 所报告中的 报告到的一些 副作用呢 一般都是急性的 或者是 累积性的 而长期的 这种 轨迹 或者是影响呢 现在呢 还不清楚 还需要更多的评估 这里呢 是我们是把 绿原酮和 的优势 和口服 抗抑郁药 以及 ECT 就是 电修科治疗的优势 来比较了一下 那 绿原酮和口服 抑郁药 比较呢 它的速度更 反应速度更快 有效的速度更快 而且效果更明显 和ETC相比呢 它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 Catamine 绿原酮不需要 麻醉 或者是不需要住院 所以它的费用 是比较低的 而且呢 它的费用 是比较低的 甚至呢 它比 ECT的这个 作用速度更快 而且呢 它对于 认知性的 会有更短 更小的影响 而且会有 社会的一些歧视 下一页 那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对于青少年 和这个 稍微年长一点的成人 他的绿原酮 对于他们的 意义 这有什么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呢 如果多次注射的话 它会有更快的一些 抗抑郁 或者是抗 这个 厮杀的一些 作用 那 它也比较是安全的 而且是耐受性 比较好 但是这些研究 都是数量质量 比较少的 这数量少 质量比较高 那比如说 一些双毛呢 或者是一些 安利报告 没有这个 对照比 我们认为 还需要随机 对照试验 来更好的去 表明 它的有效性 安全 和这些群组中的 一些耐受性 另外我们看到 除了这个 意义方面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用在焦虑 或者是PTSD 创伤后遗症上呢 这里有一些小规模的研究 显示呢 它可以快速减少 在慢性的PTSD 创伤后遗症方面 病人的一些严重的症状 并且也谈到了一个 很有意义的 一个 机械性的 内容 就是必须要去研究 绿胺酮 是不是通过 影响到干扰 恐惧记忆被唤起 来更好的缓食 PTSD的症状 同时它也可以减少 成年人的一些焦虑率 尤其是可以 处理了 抗治疗 广泛性 焦虑障碍症 方面的焦虑率 最后呢 OCD就是 抑郁强迫症方面 有什么 我们也看到了 对于OCD的病人来说 它有一些 喜忧参半的一些结果 好 总结一下 对不起 之前 之前那一页 好 我来总结一下 我们看到了 Cathamine 绿胺酮的辅助治疗 它显示了很快的作用 并且的作用很明显 对于抗抑郁和抗 自杀都有明显的作用 而且是安全的 而且是耐受性 很好的 那它也显示了 长期的安全方面的 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评价 另外呢 RCT随机对照实验 还是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确定 它的效用安全 以及在成年人和青少年 身上的耐受性 最后 最后就是 它可以做一个新的潜在药物 来去聊焦虑和创伤相关的一些紊乱 好 这是我的团队 想感谢我团队的支持 那也想感谢国家关键研究 发展计划 这个照片上的就是我的团队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你的介绍 介绍的内容很丰富 那很高兴地看到了和各位的互动 那我也很赞赞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有164个人 连线听我们的晚会 这是很好的 尤其是今天这么早的时间 很高兴地也看到了两方 中央双方的有意义的介绍 我们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给Corn的 有没有任何新的方式 去增强这种抗疫方面的 这种病人的依从性 有没有新的方式啊 在这方面有没有任何的进展呢 那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 要必须要了解 病人呢 他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治疗要符合他的这个疾病 那就像有病毒 你必须要有一个抗病毒的要 而不是要用这个抗细菌的药一样 所以呢 那我们必须要跟他们解释 为什么抗抑郁可以解决他们 面临的问题 必须要处理他的根源 另外 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件事 需要考虑到病人的偏好 我们的研究显示 那有些病人可能会愿意 这种心理治疗 那必须要跟他们进行一定的共同做决定 才能够增强病人的依从性 那 我们的中国专家 有怎么样想法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够增强病人的依从性呢 如何增强他们的依从性 您教授被静音了 您教授被静音了 请打开话筒 胡教授是不是可以说一下 因为您教授好像被静音了 有关依从性的问题 有关依从性 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善 病人的依从性 坚持 坚持治疗 如何来改善坚持 第一 我觉得就是要做好诊断 诊断特别重要 在中国 我觉得 现在 在很多医院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是诊断 比如说 有的时候啊 我们一天有一百个这个门诊病人 所以人 病人的数量非常的多 那这就给我们的诊断 造成了挑战 所以我们呢 必须要 弄 就说 我们要做好诊断 像现在我们往往五到十分钟 就能做出一个诊断 那这样就可能导致诊断的结果是错误的 因此 我觉得我们首先呢 要做好 这个诊断 然后还要做 比如说其他方面的诊断 比如说像这个合并症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疾病 都要做好诊断 这是第一步 那还有一步呢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 我们的这个指南 虽然 在中国很多精神科的医生 他们呢 是学了这个 他们用了 他们去了解西方的指南 也了解中国的指南 但是真正在实践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第三点呢 就是 非外科手术的 一些 这个技术 还有这个心理 治疗 这些服务 现在可能还不够 不足以 来满足病人的需求 请林女士 回答 可以听到我吗 我同意 沙华先生 刚才 对的意见 首先呢 我们必须 要进行正确的诊断 其实 我想再补充几点 就是 病人的 和 医从性呢 刚才你说到的 也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 有些病人 他们不想 去吃药 他们想 进行心理治疗 那 他们觉得 这个药可能会有些 对他们 会有依赖性 会影响到 他们可能的 影响到 他们的一些 身体的功能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 对 这方面 对疾病 对药进行一定的 教育 这才是很重要的 Henish 你是不是可以 说一下 我觉得前边 大家都说了很多 那我觉得 和 这个病人 去讨论 告诉他们 这个药物 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个治疗方法 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 也就是让他们 也参加这个决策 做决定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呢 有很多的 这个方案 所以说呢 我觉得 我们的机会 也很多 因此呢 我觉得应当 就是用过 用这些方案 和病人 共同来讨论 好 OK 那我觉得呢 在改善 这个坚持方面呢 我觉得 首先就是 要加强 这个宣传 因为很多 病人 他们呢 我觉得 现在依然面临歧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呢 我觉得我们 应当充分地 利用新的技术 像智能手机啊 新的一些APP 来帮助我们的病人 用这些技术 来改善 给病人的治疗 和坚持 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有点技术 是比较 TNS VNS 还有 这个 绿安酮 之间的比较 还没时间 你来回答 这个问题好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做过比较 有没有比较研究 实际上 没有做过比较 没有比较研究 我觉得 如果做这种 比较研究的话 会很好 但是我觉得 就说这些 不同的治疗方法 他们发挥的作用 不一样 TNS 我觉得应当是 在治疗早期使用 那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可以作为一线 治疗 比如说 像一些这个 怀孕的这个妇女 她不想吃药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 用这个TNS 这是早期可以使用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 这个刺激呢 是在一些治疗 失败之后使用的 那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有的人 他一开始 就说 对VST做出反应 一开始做反应 但后来又不去 做反应等等 就是会出现 这样不同的情况 所以 然后他可能对 ECT不做任何反应 而 说到 S-CADME呢 我觉得这可能和 这个ECT 应该是在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 我觉得S-CADME呢 应该是用在 和这个ECT 是在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在这个TMS和这个 VNS之后 所以说 或者说 也可以 等到这个VNS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以后 再去用S-CADME 但是我觉得 现在在这方面呢 还要做更多的研究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让人激动的一个研究领域 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们 就是您的这个介绍 确实我们觉得这些 之间呢 是 有 那现在我们呢 就要结束了 我也很高兴 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 所以请 君臣先生来总结一下 谢谢 谢谢COVID 我也很高兴 能够参加 本次研讨会 我看到了 现在的 参与者的数量呢 已经到了 170个人了 所以我觉得 真是很惊叹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 这样的交流 这也是对我们来说 最好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 我们老是以为 别人家的草地更绿 那所以呢 我们觉得才 召开这样的一个 东西交流的会议 希望能够更好地 交流我们的想法 从中国 中方欧方的想法 把这些想法 聚合在一起 然后来看 新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的 这个病人 帮助他们的家人 那希望明年 我们可以再见 那我们明年呢 可以去 面对面的见面 然后把我们更好的主题 更多的主题 聚在一起 好谢谢 也谢谢各位 主讲人 谢谢各位 做出的努力 然后让我们的 做出的努力 让我们的世界 变得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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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